前几个小时淘了好看的眼镜和帽子 准备再逛一圈就回去了 又遇到了一些好玩的东西 谢谢 你听那边鸟叫特好听 是真的鸟在叫吗 我不知道 这听很像流浪汉的 三毛 但是我这个 好看吗 好看 好看 这两层了 日本的这个地摊炒面真的特别好吃 这是烤竹笋 我是第一次吃跟我一起逛集市的朋友来自台湾 他说台湾这东西很多特别好吃 太好吃了 酱有味儿了 嗯 嗯 哎 哈哈哈哈 这边很香 是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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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很香 我特别喜欢各种玻璃瓶的问题 这些是不是狼狗的呀 这个真完整 这是什么时候的东西 这是70年代 70年代差不多 挺好的 特别适合我们家 拿回来放在河石还挺好看的 这个日本叫肘西 中国叫蚁靠平脊 原来以为没有什么用 也就做个摆设 后来发现在河石里还是挺实用的 坐在榻榻蜜上 咳嗲肘有个地方支撑 觉得舒服多了 什么东西 三菱银行了 你看这箱子多好看啊 这个箱子好看 很古的箱子 这箱子挺好的 一层一层吧 一层一层 Female 咳嗲蚁靠平脊 这个家里有的 唯一的 哦 这具有本的 以前坐在这儿 这很的 这会是刑购的地方 集市结束后 我和两个朋友 去原来我们家旁边 那个老阿姨开的小饭馆 待了一个下午 特别的开心 整个全程呢 都拍了视频 很想发出来给大家看看 但是我要先征求一下 阿姨们的意见 如果他们愿意出镜的话 我会发出来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